要培养那一份忠诚 那一份有信用 而且最好做什么事情 要本着道德良心来做 还有最好不要太骄傲 骄傲人会夸耀自己 而且最好 他除了很懂得科学 懂得科技 要把这个科学科技的道理 用在对人有帮助的方面 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 如果把一些学到的科学道理 用在对人有伤害的 当然有可能这样 那就不是有智慧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所讲的 再来第二个 同仁一中的意思 他是在讲什么 就是这个音谣 唯一的一个音谣 唯一的音谣 他是在讲格局 就是一个人如果要同仁 要跟人家成为同心同德 格局一定要够宽大 什么叫做格局 格局就是 当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能够找很多人 一起来帮忙做 一起做 还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做 另外呢 当我在负责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是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还是说常常会去得罪人 没做事情还好 一做事情就跟这个也合不来 跟那个也合不来 那这个就是可能就跟自己的格局有关系 格局过小 那这样就很难跟人家同心同德 然后一个精子人呢 为什么他的格局能够够大 因为他失利很通明 所以这里的通 就是通达 也就是说这个人 很好沟通 他也很容易跟人沟通 沟通是属于柔的身段 那他想事情想得很仔细 而且能够跟人家沟通得非常好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这种人的格局通常是比较大的 而且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标准 他的标准就是中道 中道就是恰到好处的意思 做什么事情 恰到好处难 中国人讲中庸 中庸就是恰到好处 什么叫做恰到好处 就是过意不及都不算恰到好处 所以所谓的恰到好处 一定是事情做得刚刚好 话讲得刚刚好 人与人之间 也都刚好保持在最好状态 然后事情的处理 到最后都有一个最完美的状态 就是得到叫做恰到好处的中道 另外呢 忠诚行事 就是做任何事情来讲 一定是能够通达而无阻碍 就是这个人很严容 他不太会跟人家对立 我们知道这个做事情 如果说我们跟人 常常会有一些不同意见 然后就产生对立 那这个每一个对立发生 都会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磨炼 把我们这些零零角角磨掉 让我们将来能够业以严容 但是有些人是这样子 他只要一对立 他就永远跟他对立 他就是那个对立 就会变成好像死对头一样 很难放下身段 好好的退一步这样子 然后能够跟人家 达到一个所谓的 把那种对立化解掉 如果没办法做到这样子 那个就不叫通行无碍 通行无碍是有对立没关系 但是会磨合 会慢慢严容掉 那不要说这个对立永远存在 那就会有很多的阻碍 好 所以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培养那种 跟人家同心同德的能力 也要自己本身懂得恰到好处 懂得忠道 而且能够跟人家通达而无碍 这个人际关系能够很好 那这样子的话 在整个发展上 比较能够跟人家同仁 好 再过来 这个 这一窑 就是九三窑 这个是讲最基本的 这个是讲格局 这个是讲 比较困难一点的 九三窑 困难一点的什么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容易跟人家形成对立 难以成为同仁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一个君子人 要有化解对立的能力 这种化解对立的能力的培养 就这一窑讲的 化解对立 化解对立有两种 一种是 我跟人产生对立的时候 我要有办法去化解 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说 下面的人 吵架了 有了对立 那你是长官你要去化解他 那种能力 化解别人的对立 跟化解我自己跟别人产生的对立 就是这样 用什么呢 这个字叫做人 一定要是有爱心在自己的身上 让人感觉到 所以避免对立最好的方法就是仁爱 仁爱之心 你对我不好 我还是对你好 这才叫做爱 如果你对我好才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就对你不好 那个就不是真正的仁爱 仁爱的意思是 按照孔子的说法 那你就算你对我不好 我还是对你好 那个叫做真爱 要有这种真爱 才有办法去化解对待 还有就是不夸耀自己的才华 这个叫做谦卑 这个叫做谦卑 因为谦卑的人 是最容易得到人家的喜欢 能够去化解对立的 有仁爱又有谦卑的意思 这是这样子 另外呢 还要自善自尽行正道 就是多一行精子的正道来做 然后能够改变对人的态度 也许我每次看人都 看某一个人都看不顺眼 那我的态度要改向 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他的长处 你要改变对人态度 那一份恭敬 恭敬的心要有 然后义色清闲 就是清净闲得之人 儒家特别讲这个 儒家特别讲要闲闲义色 儒家讲的这个是 跟你的人际关系有关 就是人际关系要多跟好朋友在一起 好朋友是什么 贤德之人 因为跟贤德之人在一起的话 你可以得到好处 德性啊 各方面也可以得到增长 品德啦 可以得到增长 那近朱者是近末者黑 你跟不好的朋友在一起 那当然也会受到他影响 所以这个是 第三个谣所讲的 再来看这个谣 这个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谣是 当对方已经成为你的敌人的时候 我也要有能力把他化敌为友 这个难度又比前面更高 谁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我们几个例子来讲 诸葛口名七情梦获 梦获跟他是敌人啊 但是最后大家都知道梦获是心服口服 因为抓了七次 放了七次 应该说抓了六次 每次都放到第七次 又抓到了 那这一次呢 他真的就心服口服 他的化敌为友的方式 就是这边所讲的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的培养 是很不容易的 来我们看看他怎么讲 笃形信道也利 这个就是说 因为他这一卦是在讲说 我本来有武力 足以攻破对方 但是我最后没有用武力去攻破他 我敢用和平的方式 比如说围困这样子的 让他自动来投降 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个地方必须谨慎而为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先问 我们的诚信 给人的诚信够不够 因为他 除非他真的相信你 他才会来投诚于你 另外呢 避免超过 逾越就是超过 应该有的那种诚信 就是说 被益其信 另外呢 立身无道人厌 另外要注意的是说 我们做这种事情 一定要 言出必行 有信用之外 要合以道德 不要说他投降了 到最后没有按照所讲的 反正把这个车 车里面的人 该杀了就杀了 这样不行 那就是要有一个道 道来得到人家的尊敬 不然人人会讨厌 这是以德性智慧来感化 这是第四个谣 再来看看第五个谣 第五个谣应该是一个领导者 叫做九五至尊 那这次领导者本身 其实他要实现 跟人同性同德是最简单 但是也最难 因为一个领导者 下面的人都是 毕恭毕敬的奉承他 所以那种都不是真心的 叫做同心同德那种情况 那是有一天 如果你的位置不在了 那完全他就会变个样 他不是真正的同心同德 因为你有那个位置 领导者他才会对你那种态度 所以领导者要跟下面的人 同性同德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靠的是什么 德 德是什么意思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德 就是如果我做了一件 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 然后那个受到帮助的人 从内心有无限的感谢 就是他那一份感谢的心 他一直放在心里面 只要有那个心在心里面 他就是有了德 就是我的德 我帮助他 他就有了那个德 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这个德不是用嘴巴讲 而是别人感受在心里面 譬如说 假如有一天 我们的市长 或是高雄的市长 他真的做了很多 对老百姓很好的事 那老百姓也真的有感 有感他就放在心里面 对不对 这种放在心里面的感谢 就是一种德 所以德 他是必须要实际做出来 而且让人感受得到 就是我帮助你 让你感受得到我对你的好 然后那个好放在心里面 而不是说 你这都是骗人的 或是说你有目的的 你就是要得到什么这样 他就不会感谢 那就不叫德 所以真正的领导者 这个德要做到好很难 因为你知道一个公司的老板 或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他本来就应该照顾下面的人 所以大家对他的要求标准会很高 就是理所当然就要对我好 比如说你就要花给我薪水 你就要照顾我这个 照顾我那个 他认为是理所当然 有时候他会绑白布条来抗议 他认为你给我的薪水太少 老板说我已经给你这么多了 你还抗议 对不对 所以说一个领导者 要做到这个很难 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得懂 这个我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看到华航 他现在在抗议 其实他们的薪水也都很高 比在座可能比教授都还高 那为什么他还去抗议 难道公司老板对他不够好吗 当然有 实际上有没有感受到 没有 所以一个领导者要做到 让下面的人感谢在心 然后感受得到 那个德是不容易的 这很难 所以这里九五这个德 而且要做到刚刚好 也不能太过 也不能不急 所以那个难就难在这里 但是能够做到的人 就可以流芳万代 就是流民千诗 大家都会感念在心 就会永远的称颂 觉得他是个人了不起 他是一个很有人义的君子 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人在毅律 金子贤 所以领导者以德性智慧来领导 不以权膜 所以这一摇是讲的是一个领导者 他要做到同心同德 让下面的人跟同心同德 其实是很难的 除非他把这个德制做得非常好 最后一个谣 我们看看这个 这叫做上九 上九呢 他是一个人功成身退 其实很难 他愿意退下来 成功 不必在我 我只要努力了 我美好的仗打过了 然后成功 成功给别人 当无人可以成为同仁 他自己退下来 变成孤孤单单的 没有在官场 到自己告老还乡去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最好是退归到最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像张良 张良 对不对 刘邦打下天下之 都是张良帮忙很多 但张良最后是回去找他的老师 黄石宫去了 他荣华富贵都不用 他去穷万事 他去穷天地万物的道理 他去修道去了 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当无人以我成为同仁的时候 我还能够耐得住 能够跟道无穷尽德行 道德一样还是不离开的 虽然起高和寡 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 没关系 我还是一样本着行人道师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那种高的境界 就是当你来到一个 也许年龄到了一个退休阶段 或者是说有一天你觉得你应该功成身退的时候 以上 我们把这个同仁卦 做了一个介绍之后 最后我简单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AI时代来了 其实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个要提升自己 成为一个有能力去做同心同德的人 因为这个是AI做不到的 就是我成为一个很能够跟大家很好在一起的 而且能够带领一批同心同德的人 这样一个能力的人 甚至叫做君子人 另外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开发自己的潜能 那个是大有挂甲 那就是下一次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开发自己的潜能 今天大概只能先跟大家谈说 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 能够将来跟大家都能够成为同心同德的君子人 而且成为一个很有德性有智慧的这种君子人 好 最后要留一些时间 我们的时间是到九点还有二十分钟 那我们看看大家就教于各位老师教授 我们还有各位同学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提一下 好不好 今天这样谈也许我们跟大家所预期的会差很多吧 今天这样谈也许我们跟大家所预期的会差很多吧 那没关系 因为《易经》这种东西它是每个人感受体会都不会完全一样 每一挂的解释也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我发现现在年轻人每次如果一来谈到《易经》 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问补一下 问个事情这样 读一下自己的想要遇到的问题 想要得到的解决 像我们去马来西亚 有一所大学叫做《宾城的理工大学》 下课之后都来问他们的感情问题 好像比较实际一点 就是说《易道》的问题 他现在的问题 年轻人在外面的问题还蛮多的 甚至男男女女的问题也都有 不是只有男女的问题 那这个《易经》到底对这个问题 有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当然 这是 要看你得到的是什么挂 得到的启发又不一样 这个《易经》是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希望从《易经》得到一些启发 你可以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 你对每一个整个《易经》有一些完整的了解之后 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问题大概可以从哪一个挂哪一个挂 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这样连结起来 这是一种方法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说 那我就来问一下 抽一下 得到一个挂 那他的方式有很多种 譬如说三个铜板也可以占卜出一个挂 那以前人是用四十九支四草 用四十九的数 去换算出一个挂跟一个药 那现在更简单 我只要用八个挂跟六个药 然后抽三次就可以得到一个挂而已 当然这个是方法很多种 但是得到一个挂之后 最重要是你要去解它就比较难一点 如果你今天问这个问题 AI以后要怎么解决 那我就抽人挂 你不见得会抽到同人挂 你也不见得会抽到大友挂 那因为每个人抽出来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最好学易经的时候 是应该把它通盘了解 然后知道说 这个挂在讲什么 这个挂讲什么 因为都有它的道理在 然后你从这个道理当中 再去得到启发 然后自己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像 以我个人的经验 做一个分享 我记得 我会开始学易经 是因为有一个来自美国 的一个 他拿到双博士 中文跟宗教 他来到台湾 他就是为了要找人问 我们今天那个白杨易经 他要问这个部分 因为他觉得这个部分不容易懂 所以他来台湾 问到我这边来 结果我也不懂 那时候我对易经也都不懂 那个大概在五六年前吧 然后就觉得说 人家 大老爷跑来问 这个东西三十多年前就有了 就没有人去探讨研究 所以为了这个原因 我才开始 做这个方面的一个接触 然后开始 去探讨他 去了解他 就发现 这个易经真的很有趣 那很多事情 你大概都可以从这里面 得到一些启发 然后你以前的一些想法 一些观念 你可能就会慢慢的 从这当中得到 很多的 不同的一个想法 不同的想法 譬如说我们讲到这个 易经里头 其实他都有 有所谓的 就算这一挂很不好 但是呢 不好 再怎么不好的挂 都有他好的那一部分 启发我们 怎么去应对 再怎么好的部分 也都有不好的部分 来跟你启示 就应跟养的道理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想到的什么问题 好 今天因为 我们可能有些 有些同学 对这个易经的道理 可能比较少接触 那第一次听 也许对易经里面 很多基本的东西 还不是非常的容易了解 那没关系 我们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 私下跟我们 主任秘书 这边讲一下 我们下次 针对大家的问题 先来跟大家说 就是说 易经的基本概念的东西 我不晓得大家 听下来 有没有一些 基本的概念东西 不是很清楚 那需要做一些 说明了解的也可以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谢谢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 林老师 这个 上这一堂课 这一堂课 也可以看出 我们林老师 他的个人的修养 不仅是他的 学识的丰富而已 那刚刚听完这个 其实 这个题目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 这个 大家的 这个对易经的了解 还有对人工智慧的了解 引导到 这个同仁卦 还有君子行 君子人 这样的一个观点上 我们人就是要不停的提升自己 自己的修养 让自己的内在的这个潜能 不停的开发 那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输 输这个人工智慧了 人工智慧 他学习的很快 他不但学习快 而且他的决策 最后他的决策能力 比我们更优良 那我们人 那我们人能够比这个 人工智慧 还强的地方 应该是在我们的品格 德性 透过自我的提升 自我内在的这个了解 然后不停的提升之后 这部分是AI是没办法来强迫我们的 那AI甚至都没办法 听说是目前来讲的话 也引进到他对感情的处理 也是有一套的方法 透过对我们脑部的了解 科学家对我们脑部的 这些机制的运作 我们情绪的变化的运作 慢慢的也梳理出一些可以开发人工智慧 有关于感情处理的这一部分 可是再怎么样都还是无法 对我们自己内在有一种良知良能的认识 这部分根本就是AI它是无法处理的 我们也无法复制 那这是我们人成为人最殊胜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珍惜你这一部分 不停的在自己内在的修养上下功夫 我想今天林老师也是要跟我们谈这个问题 引导大家不要害怕未来 不要害怕人工智慧 透过我们自我的修行 我们一定可以驾驭这个人工智慧 而且运用人工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未来的世界一定是非常美好的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啊 应该是有 好 那我们今天就再一次的鼓掌 谢谢林老师 谢谢 好 那我们钟老师 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边